校門口的琉璃珠門檔和琉璃珠燈籠光彩亮眼 校舍上有排灣族由來的傳統故事壁畫 還有象徵尊重和諧賜服的黃綠紅三色祈福牆 樓梯界更是掛滿了小朋友雕刻的作品 操場上更可以看到校舍環繞著排灣族代表性的圖文 濃厚的原鄉文化氣息真的讓人流連忘返 怪不得能讓日本土木學會的學者專家們 驚嘆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小學 泰伍國小不只學校漂亮 他們還有非常厲害的鼓搖隊 現在我們先來上音樂課囉 上大課出來了 哈囉 妳好 這些就是我們鼓搖隊的小朋友嗎 一部分 基本上我們泰伍國小的小朋友 基本上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在練歌搖 只要一進到泰伍國小 不管你是上課中生下課中生 也都是聽到我們的鼓搖的聲音 剛剛上課中生是唱鼓搖的聲音 剛好現在聲音就是 對對對 有沒有 對對對 這個國小是不是非常不一樣 而且昭華課主任之前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的鼓搖隊有入圍金曲獎的五項傳統藝術 是 是 我們很幸運 對 我們很幸運 沒有 真的很用心 因為你看小朋友這樣跑來跑去對不對 可是他們去唱的 那種很輕鬆的感覺 也確實自己非常非常深五六千年的文化在裡面 是 所以久仰大名 大家真的很想聽看看 也歡迎你們來 對 那我們可以請小朋友來 可以啊 可以啊 沒問題 遮住了 你遮住了 快樂也難叫回來 不會 不會 你一吆嚇一下就下來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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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很辛苦耶 來來 走 馬拉 我 在鼓搖的吟唱中 也和遙遠的祖先有了聯繫 不忘祖先永遠與他們同在 校長 聽說你們學校有很厲害的詞語 泰伍國小最有名的詞語 當然就是我們學校的願景 把根紮身 把夢做大 勇敢追夢 成就部落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 把排文族的文化的根紮身 那他要有一個 勇敢追夢的能力 為了要讓孩子永遠記得 他是從哪邊來 他是誰 所以我們從舊泰伍國小那邊的部落 拿了一塊很漂亮的一塊石頭 我們稱為榮耀石 希望孩子在學校有好的表現的時候 他可以站在上面抱戰功 接受我們的歡呼 那塊榮耀石還是部落的長者 就是願意這樣 就是無私的就奉獻給學校 他們也願意讓孩子永遠記得 他們是排文族的主人 你知道嗎 在泰伍國小這邊 還有一座咖啡廳 叫做泰小石板屋 到底有多小 原來泰伍國小簡稱泰小 所以跟大小沒關係喔 這間咖啡廳也是全校師生的出色作品 全校大手牽小手 一起循著祖先的腳步 建造傳統家屋 傳統建築大都是就地取材 由於南台灣山區早期裸露的黑色板顏 和頁岩隨處可得 排灣族人就以此為主要建材 蓋成了堅固的石板屋 它也是排灣族獨特的文化表徵之一 現在裡面還飄著咖啡香喔 在石板屋裡面身邊看到的 都是排灣族人的手工藝品 這樣的感覺真的很愜意 而且這杯咖啡是從日治時期 可以留下來的老張祖母級咖啡樹 做出來的咖啡喔 非常順口 細細品嘗咖啡之餘 這裡同時也是手工藝品店 有木雕 琉璃珠 皮雕 鼓窯傳唱CD等 就像一個小型藝文創意市集 喝咖啡聽鼓窯 細細玩味原名手工藝品 開小石板屋讓每位來訪的旅人 感受到排灣味的放鬆與愜意 來這邊就是要喝咖啡 其實排灣族很早就跟咖啡 結下不解之緣了 在日治時期就已經開始種植 千春過後因為巴巴風災的關係 咖啡成為他們新的經濟支柱 這裡現在有八成的人口 都在從事咖啡相關產業喔 你知道嗎 屏東縣泰五村 可是台灣主要的咖啡豆產地之一 從山上遷居平地之後 村民以排灣族與烏拉魯茲 來為他們的新部落命名 並且以百年前留下的咖啡數為基礎 自創品牌 在社區裡開上咖啡屋 一顆顆飽滿圓潤的咖啡豆 顯磨先煮 空氣中立刻充滿咖啡香 開五咖啡好喝的秘訣 就是從彩豆到選豆都是很講究的 因為追求絕佳口感 所以能專注在每個細節上 從種植 彩豆 選豆 發酵 烘焙 到製成一杯咖啡都在泰晤 過程完全可以掌控 做出來的咖啡風味純淨也讀數一格 來這裡喝咖啡 不只是能享受一杯咖啡 同時也能享受當地原民的 部落文化與熱情 那首先跟您介紹的話 是我們的咖啡 好 對 對 我等很久了 是 那這邊今天幫你準備的話 是我們的蜜處理咖啡 可以試試看 還是帶點水果的酸味跟調性 對 所以非常特殊 它的香氣其實很棒 然後它的酸味啊 真的是 像舒淇剛剛講的 是水果的香氣 有那種屏東好山好水 好物產的水果的酸甜味 然後它回來的乾啊 是很棒的 好喝 而且剛剛我非常非常驚訝就是 一個set也太豐富了吧 像這個蔬菜啊 南瓜還有紫地瓜 是 是不是都是我們這邊的特產啊 都是我們屏東的一些特色產物 特產 然後我最想吃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來跟大家鄭重介紹一下 這很重要 這的話旁邊這兩個是我們 排灣族的傳統美食 叫做奇娜夫 奇娜夫 對 然後旁邊這一個 你剩下手上拿的話 是我們小米的 然後搭配豬肉 然後外面那一層叫做 甲酸薑葉 它可以幫助你的消化 對 好好吃喔 這個是我們也是在傳統慶典的時候 或者是在重要的場合 我們會招待我們的貴賓使用 叫做阿掰 阿掰 對 然後它也是用小米磨成粉之後 下去蒸 蒸 它蒸完之後會下麻糬的口感 然後裡面我們包的是 花生跟黑糖 我覺得都很好吃喔 謝謝 它的口感非常好 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也是屏東這邊 特有的 它是我們一個 屏東滿洲的一個特產 叫做魚萊菇 對 也是我們布羅媽媽 他們一個新的一個創意 也是把它做成涼拌 通常的話就是做成熱炒 用炒的對不對 對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因為魚萊菇它的口感 其實是有點脆脆的 對 它很適合做生菜沙拉這樣子吃 來到布羅一定要吃什麼 山豬肉啊對不對 煎鍋鹽之後 我們再用石板下去烤過 對 讓它有點焦脆的感覺 因為它的山豬肉啊 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的肉質是很不錯的 所以它的肉是鮮的 最棒的是 我覺得那個石板烤的過程 是 對 因為山豬肉 其實它的油脂是稍微 比較豐富一點的 但是我們利用石板去烤 把它烤脆脆以後 它的口感啊 就會變得很棒 剛剛舒淇有跟我講 來這邊其實如果說 你認識咖啡 但是你不太習慣喝咖啡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咖啡果乾茶 果乾茶 果乾茶 你可以喝喝看 第一口的感覺 它有帶點酸 對 你不講我完全不會把它 跟咖啡連講在一起 沒錯 它其實就是一個茶類 對 就是一個茶 然後我們是 鮮果採收下來之後呢 我們把外皮去掉之後 那個皮其實也是非常珍貴的 我們不要丟掉它 我們在經過日晒 因為屏東的太陽非常的充足 我們就是把果皮下去做過日晒 晒乾之後呢 我們把它保存起來 其實它是保存它最原始的風味 像水果的風味 帶點酸 我覺得這個喝起來很像那個 鮮渣茶 對 或者是洛神花茶 但是沒有到那麼酸 對 其實是很清爽的果茶的味道 這在夏天喝的時候會非常解渴 對 非常好喝 很舒服 是 如果有機會來到屏東太陽旅行的話 我覺得很適合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地的居民經過風渣以後 他們經過非常多的努力 去復興一個產業 然後去復興自己傳統排完族的文化 去榨根 然後來到這邊 你可以好好的品嘗咖啡 然後去體驗傳統的美食 等於說可以把這整個太陽的活動 他們的文化都濃縮在同一個點上 非常值得來這邊走一走 謝謝 這裡的排灣族人 原本住在北大武山上 但是因為八八風災之後家園被毀 不得不舉村搬遷 在善心嚴世的資助下 搬到了這裡 烏拉魯茲 在部落入口的烏拉魯茲千村紀念碑上 可以看到排灣族的傳統神話意象 訴說著排灣族人的神話故事 這些圖樣也是排灣族中 地位的象徵 高掛在上的太陽 在部落裡有許多傳說 因此排灣族人也自稱為太陽的子女 雖然永久屋長的都一樣 但是這群太陽的後裔 排灣族人靠著天生的藝術天分 把新家裝點得非常有排灣味 像這個是大頭目的家 排灣族因為沒有文字 所以他們也用木雕來記錄歷史 在傳統文化裡幾乎每位排灣族勇士 都會雕刻技術 在家屋門沒門口 常常會有許多雕刻作品 來顯示家族社會地位 例如看到有桃湖的 有祖靈像的 有插羽毛的人偶像 這通常都是貴族的家屋 如果門前有動物雕刻像 則是獵人的家 每一種圖樣都有它的意義 非常有意思 這裡是萬金村民的信仰中心 萬金聖母聖殿 它是全台灣最古老的教堂 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了 光是站在這裡 就可以感受到一種寧靜祥和的氣氛 萬金聖母聖殿是屬於 西班牙古堡式建築 由側面看 可以看出其建築 猶如中世紀的小城堡 大大的窗戶顯得大氣莊重 上面還有遠度重陽 來自西班牙的聖堂大眾 聖母 歡迎萬金 你們這個教堂看起來好特別 整個固若金湯的感覺 是是是 這裡真的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教會 是台灣天主教最古老的聖堂 所以在這裡 真的很多人都會來這裡參觀 訪問 來這裡祈禱 是是是 對啊 因為在這邊就感覺整個很寧靜 很祥和 所以這個建築就是傳統的一個 一個西班牙式的教堂建築 是是 一般我們那個聽到的那個教堂啊 都是什麼哥德士啊 那種華麗 是是是是 巴洛克啦 那這個是台灣天主教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寶寧式的一個一個教堂 然後還有看到很特別的是天主教堂上面寫著 奉旨 那時候的皇帝就給一個這樣的一個石頭 所以就表示 創教士可以在這裡自由的傳教 比較早期還有百分之九十幾是天主教的教友 然後現在大概還有百分之五十五 那我還有看到上面還有看起來很厲害的皇冠跟盾牌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皇冠 那表示那個我們所那個朝拜的這個藝術基督 它是一個神一個皇冠 然後再下面一點點是比較特別的是那個 道明慧的慧慧 剛剛說的那個西班牙傳教士 他們就是屬於道明慧 然後道明慧的慧慧是一個盾牌 那表示我們要捍衛真理 然後特別是有黑跟白 而且是黑白分明 道明慧我們到今年已經803年了 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修圍 除了說這樣的信仰的優惠是非常歷史悠久之外 其實我們聖母聖殿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對不對 是在台灣有兩座聖殿 然後萬金是其中一座 另外一座是高雄的玫瑰堂 是台灣這兩座 剛好都是道明慧的神父來傳教來建議的 所以這個聖殿意思就是比一般的那個教堂更高一等 是文王教宗特別那個策封的 那我們也可以進去裡面看看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我們去看看 聖母聖殿的宗教地位 僅次於梵蒂岡羅馬教廷的大教堂 在東亞華人教區中 能被羅馬天主教廷冊封為聖母聖殿的教堂也是屈致可數 所以有到彎倫的朋友不妨停下腳步 共同見證這座完正紀錄台灣田主教傳教歷史的教堂 這個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是 你會不會那個小小的體驗一下 因為我們說外面是一個現代的一個那個世界 但是進來這裡面是一百五十幾年前那時候的那個先民 然後以前的船教是那個蓋的一座那個聖殿 所以真的是像那個時光隧道 一個時光隧道這樣走過來 而且這裡面的感覺雖然一點都不華麗 但是你會覺得很祥和很寧靜的那種感覺 這個聖殿裡面其實它的布置裝飾都是很樸實的 其實都沒有太多的那個裝飾 那除了就是我們中間有一個那個聖母香之外 那這個聖母香其實是一個很特別 它的聖母香跟這個十字架都是從西班牙在1870年的時候就進來 所以到現在也是一百多年了 那聽說我們這邊也都有一些熱鬧的活動對不對 是是是在那個萬金特別是在12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遊行 然後我們叫做躺慶 那在這個躺慶那個全台灣很多天主教徒都會來這裡 那個共襄聖禮每一年都會 就是把這個聖母香抬出去 從那個萬金到赤山我們會 所以聖母也有他自己的一個轎子 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都會有繞金遊行 然後會有一個那個特別的教聖 有一個聖母在上面 然後有一些人抬著這樣子 好特別喔 像台灣的民間信仰媽祖 就是每年都會有繞進的活動嘛 那這邊的聖母也會有他自己的教聖 然後在萬金這個地區這樣子去繞進 其實都是把一些信仰或是美好的力量啊 帶給在地的居民 我覺得這樣子的信仰在台灣真的很棒 是是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屏東 其實很值得來這個教堂走走 它不只是一個古蹟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感受那個信仰啊 台灣人對信仰的包容 或是信仰給人的力量 那種寧靜的感覺 很不錯喔 大家可以來這邊走走看看 膜的誤字